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生杂谈 我是小生 今天跟大家聊一起社会事件吧 整天聊那个国家大事呢 实际上聊多了也没什么意思 这些国家大事呢 你说能聊的 你一个做自媒体能聊的多么专业呢 你聊专业你可能比不上人家那些 像张维为呀 金灿荣这些人呢 你说你的获取消息获取速度 能比赛上那些情报部门吧 你又不是情报部门的特工 你能获得一手消息吗 你也不行了 做实证国主呢 就是看你的信息获取速度 然后你讲的专业不专业 还有就是你的情绪带动能力的 这个 我你看 大家看我这个人就知道 我在这方面不善于那个煽动情绪呢 你让我去煽动情绪我也煽动不起来 所以呢 我觉得呢 天天对于我来说吧 天天聊这个国家大事呢 我也烦了 也感觉挺烦的 时间长了就烦了 所以呢 接下来呢 我想把重心放到聊社会事件 以及我在平常读书的过程中呢 有一些心得体会的话呢 会跟大家聊一下我的想法 对于国家大事呢 发生之后呢 如果这件事情呢 大家的看法都是一样的 那就没什么好聊着了 要是我有一点不同的想法的话 再跟大家那个发视频吧 所以呢 今后主要把这个经历都放在那个社会事件 和这个我自己读书 然后一些心得 这方面呢 是像实证大事呢 可能就聊的少一点了 这是先跟大家说明的吧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什么呢 聊一个医美 医美这个行业这个监管问题 医美事故 我看微博的时候呢 看到一个消息就是呢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区的一个行政单位呢 回应一个网络渔情 说是那个一个女生吧 因为去年5月 瞒着她家人呢 在一家医美机构呢 做这个龙鼻手术 可是在做的过程中呢 因为麻醉出了问题了 导致心脏骤停 结果送到医院之后呢 她已经受到严重创伤了 甚至下达了病危通知书了 虽然几经抢救活过来了 可是她的智力呢 已经降到一岁了 她这个人呢 已经31岁了 在事业单位上班 可是呢 精子恨祸 一下子智力 降到一岁了 大好前途 人生大好前途 就这样毁了 31岁呢 正是人生那个 大展前途 而且呢 她在事业单位上班 正是呢 那个 离遍光明的时候 可是呢 遭遇这样的事情 这人的一辈子就毁了 按照她那个 新闻上说呢 这个 可能呢 一辈子都恢复不了了 都需要人 照顾一辈子 自己不能 生活不能治理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当地那个南山局 那个 卫生监管机构啊 做出一个决定 要对 涉事 医疗机构 这个医美 医疗美容门诊 门诊部吧 罚款呢 罚了2万 只罚了2万 停业整顿5个月 然后呢 对于这个 涉事医生 只罚了6000块钱 罚了6000块钱 然后呢 停业 让他停业6个月 大家看看啊 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监管力度 把人家 搞成那个 一岁智商了 那 经过鉴定下来是6级伤残 就因为麻醉呢 搞着导致人家6级伤残 搞着这么大的事情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呢 结果呢 就罚了2万 医疗机构罚了2万 然后呢 涉事医生罚了5000 就这样 吵吵了事 我想说你这个 这个罚款力度也太小了吧 愿不得的吗 每年我们的医美行业 一年的 一年的医美事故就有4万起 一年就有4万起 受害人有10万左右 这就是一年呢 一年就出现这么多事情 大家想想 这个 这里面多么可怕 你监管这么轻 监管这么松 你搞的每年呢 每年出4万起医疗事故 然后呢 造成10万的人 自残自死 这个新闻呢 我一看了之后 我感觉你们潮点太多了 首先你这个监管单位 你是怎么搞的 你 你把人家 搞得人家残疾了 生活不能自理 成了一岁自伤了 那大好前途呢 人家一生的大好前途 都被你毁了 可是呢 这个医疗机构呢 你还让它在存在 只是停业整顿 只是罚了2万 就这样 那个涉事医生 就是罚了5000块钱 然后什么事都没有 我们的监管 就是这样监管的 你这样监管 怎么可能不出师啊 我操 这违法成本也太低了吧 这个跟 这和没监管是一样的 像你以后 这样的事情多了 那简直就不把消费者当人了 这简直就是 那不良商家 就不把消费者当人 然后你这 政府单位也这样 你这什么监管单位 你是怎么监管的 我就想不通 那这个医美行业本来就是 这个比较混乱 这里面的门道太多了 那里面呢 是黑幕很多了 你像那个他的 按照有一个统计了 这医美行业的里面 那个合法 合规的人员呢 只有那个1.7万 而没有证书的 没有资质的 这些医疗人员就有15万 这还是2018年的统计结果 也就是说 在这个行 在医美行业呢 有大部分都是没有资质的 没有医疗资质的 你在胡搞瞎搞 你就是学的别的 学的一点美甲 学的一点文秀 文媒 你就来搞这些 给别人动刀子 那根本就没有资质 那全国有资质的 只有一点7万人 没有大部分都是没有资质的 就是这个整个行业 就是让这些没有资质的人 在这胡搞乱搞 瞎搞 那怎么可能不出事呢 这些人怎么 连基本的医疗常识都没有 就没有经过专业训练 然后他就去 你就让他营业了 那肯定要出事啊 而且呢 这医疗机构 这个 他这个 你看他那个成本 我看一个统计的 他的销售成本 和营销渠道成本 占到了70% 人员成本只有5%了 所以呢 他是为了盈利 他就把主要经理都放在了销售上 成天 你是医疗这个呢 每年都是 每天的事 每天做的事就是营销 只顾营销 不顾服务 只把你忽悠过来 让你搞了 让你付了钱 然后随便给你应付一下 尤其是对于售后服务呢 是非常的缺少 这个在售后服务 服务方面是 做着严重不足的 疯狂的销售 只注重销售 而不注重服务 你看从这些 这个孩子一方面呢 从这些医疗机构 你看这些 每年的他的寿命呢 只有一年左右 甚至呢 好一点的能撑个两三年 撑个两三年就不错了 像我以前呢 在英美机构待过的 待过两三家的 我待过的两三家 英美机构呢 全都倒闭了 全都不在了 你看看这个寿命 实际上都活不了 多长时间的 但是呢 当然了 相对于那些 像那些连锁的 全国连锁的 像华美啊 像疫情啊 这些医疗机构呢 由于他的资金实力强大 能够撑起来 可是呢 对于普通的 医疗门诊部啊 这些机构来说呢 你能维持个两三年 就算不错了 那大部分维持一年 就倒闭了 一年 你疯狂的销售 你又能搞多少 那个客户啊 这些客户出了事情 你倒闭了 你跑了 你让这些人 去哪去 那个维权 这行啊 太混乱了 太黑了 黑幕 有很多黑幕 但是 像那个 医美机构里面的医生 这些做医生的 每年 他一般能待个半年左右 算是长的了 大部分待个两三个月 就走了 有的 有的因为这个呢 为了这个宣传自己的效果呢 聘请名医 来 来给大家做手术 来给消费者做手术 他的目的就是做手术 做完手术之后 就马上就走了 也就是 也就是 只待个一天两天 就这样 做完手术就走了 然后你出了问题 你找谁呢 他已经拍拍屁股走人了 你去找谁 你根本找不到人呢 你这一行 你通编看下来 也加上我个人的这些一点吧 工作经历吧 虽然是不多 但是呢 这个行业呢 是非常的 黑的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呢 在这种 大家都追求颜值嘛 追求颜值 爱打扮了 爱美了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我是建议大家呢 尽量不要动刀子 尽量不要动刀子 你像做一些文梅文秀的 是可以的 但是呢 像动刀子的 要慎重了 要慎重 一般动刀子呢 极有可能产生 纠纷 产生纠纷呢 你 单纯一个消费者 是很难维权的 这一行呢 是一美行业 实际上不仅仅是一美行业了 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 哪一个行业都一样了 你 咱就说这个一美行业吧 一旦出了问题之后 那你就很难维权 先不说那些 黑 这些不合资质的 黑机构 先不说这些 咱就说那些 像华美 像疫情 这些机构 这还是全国连锁的 具有专业自治的机构 你这些机构呢 也是投诉不担 也是会出现一些医疗纠纷 可是出现之后呢 你作为一个消费者呢 你想要讨到便宜 你想要维护自己的权益 那是非常困难的 非常非常困难的 这个维权成本 比较高 你不接受这个条件 那你就去打官司了 可是打官司 一来你要花费诉讼成本 少则几千甚至上万 这是一方面 然后呢 你又去还得等 你不一定马上就能给你判 等个一年半载 甚至等个两三年 那是常见的事 你能耗得起吗 对于一般人来说 根本是靠不起的 你和这些 这些大机构来说 人家是有专门的那种 法律团队的 你怎么跟人家打 你怎么跟人家打官司 你告诉我怎么打 你一个 你就有一个消费者 你怎么跟人家打官司 人家是有专门团队的 你耗得起吗 你时间上耗得起 你的资金上 能耗得起吗 所以呢 我就建议大家呢 对于 这些医美呢 尽量就不要接触 不要想着去搞动刀子做手术了 尽量不要搞 搞一些文梅文秀 文梅文秀啊 或者是美甲 这些是可以的 想动刀子就不要了 就不要想了 动刀子一旦产生纠纷之后呢 就是一堆屁事 你自己根本解决不了 那不仅影响自己的心情 而且呢 还影响自己的形象 是得不偿失的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中呢 我们的 对于医美行业这个监管呢 简直是 简直是成问题了 简直是成问题了 这个监管力度呢 太小了 那个罚款力度也太小了 一家美容机构 一家医疗美容机构 他们每年的利润 差不多能赚到100万美元 100万元的 不是 不是美元的 100万人民币 100万人民币 你罚款 你智商智产的罚款 才罚2万 2万对于人家 这算得了 什么啊 我就不知道 2万够不够 人家老板吃一顿饭 你觉得 出了事情 还不让他就地解散 或者疯了 还让他继续营业 虽然说是他停业整顿 但是你停业整顿 他就能改了 那可以了 还不是照样是这样搞 我就想不通 我们的监管单位 是怎么想的 为了 难道是为了经济利润 就可以了吗 敲害消费者 消费者的这种生命 迫害消费者的权益 每年自死自残的 因为这个益美事故 自死自残的 有10万人的 每年这种 益美事故 就有发生4万起 这是在干嘛呢 这是 虽然我们是益美 已经成了全美 全世界了 全世界这种益美 第二大市场 这是说出来多漂亮 那说出来多么的 都证明我们这个国家 这个消费实力多强 可是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这个背后 这些黑幕 这些问题 简直是触目惊心 触目惊心 你看这个 因为医美事故 这些每年出现这么多 会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 别的先不说 就说因为澳美定 这个事情 因为澳美定事件 让我们见机经济损失 达到500亿元 500亿元 你看看这些 我不是说这些问题呢 都是那个监管不到位造成的 这里面呢 这些黑医生的黑机构呢 也起的 也是主要这个罪魁祸首的 但是呢 你监管不到位 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你监管不到位 是不是就是放任这些人 在这迫害消费者的利益 特别搞笑的是 我们这个国家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个出了事情之后 我们的监管单位 不用负责 也不是说不用负责 它有行政责任 甚至有刑事责任 可是它没有赔偿责任 那出了事情之后 这监管单位 拍拍屁股走人 有的在那推卸责任 有的甚至妈的 当合适了 就在这则新闻里面 那个降到一髓至上 这个则新闻里面 那个监管单位呢 老师 那口吻就是 我建议你怎么样 我建议你怎么样 我建议你去社区里调解 不行 你再去打官司 我就不知道 你这监管单位 你妈的 你除了 哎呀 真是不想说 这事情出了之后 为什么我就想不通 我们的国家 为什么不让监管单位赔偿呢 你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这么大 就因为 就因为奥美丁事件 就见见经济损失500亿元 你这些监管单位就不用赔偿 这正常吗 我操 你自己呢 罚款力度 对这些不良商家 罚款力度小也就算了 可是你自己还不用赔偿 你监管单位还不用赔偿 这是在搞什么呢 我就想不通了 其实不仅仅是监管单位了 我们这些媒体呢 也 也他妈的 这媒体的妈的 是什么数字 不知道 你在这期新闻 新闻当中呢 这些媒体的报道过程中呢 对人家受害者父亲 人家给人家的眼睛上画一条红线 这就相当于打码了 我就想不通 而这这还是一方面 你看另一方面呢 另一方面 他对那些设施医疗机构 千方百计的 这个这个演演 生怕透露出他的名字来 我就想不通 你这媒体到底是在监督谁呀 你在监督消费者 还是监督这个不良商家的 你把那个受害者的个人信息 全都散不出去了 而这些不良商家的信息 你遮掩着比谁还严实 我就想不通 这也太搞笑了吧 这也 你实际上 这些监管问题呢 你实际上是各行各业都有了 不仅仅是一美行业了 我今天只是单纯的 就一美行业来说了 今天这个主要视频 录这个视频的主要目的 其实就是说你 你监管力度 你在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子嘛 你就为什么不能加强监管力度呢 哪一行哪一业 你都是这样搞 那出了问题 罚款 罚款的吗 罚一两万 一两万的吗 还不够人家老板吃一顿饭呢 这能起到什么效果啊 我就搞不懂 还有我们的媒体 媒体在这方面 到底在起什么作用 到底是在保护消费者 还是维护这些不良商家的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点赞分享 感谢大家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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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收看